Hello 亲爱的小伙伴们大家好 我是你们的爱洋 欢迎收看我的世界之爱洋内险记 第178集 回到家 算号码 第一件事情就是赶紧直奔地下室 我已经迫不及待要拯救僵尸村民了 到工具台 一口气点出十个芭蕉蜘蛛眼 好久没有启动的酿造台 里面还放着地狱油呢 把它给换下去 拿出三个水瓶 放进酿造台里面 静静等待虚弱药水出现 呀 怎么是平凡的药水 又搞混了 竟然放了蜘蛛眼进去 好这么大老远 才制作好的发酵蜘蛛眼 都没有丢进酿造台里面 不过幸好这箱子里面 还有三个水瓶 重新再做一次 问题不大 OK 虚弱药水出事了 放上红石 延长它的持续时间 有小伙伴说 治疗僵尸村民并不需要延长时间 吐动的就可以了 但是为了保险起见 我还是一步完成的比较好 再放上火药 把它变成喷剑型药水 毕竟僵尸村民自己不会主动 喝这种稀稀古怪的液体的 我得扔到他们身上才行 制作完成 把暂时用不到的东西 先放在箱子里面 小村民 我来拯救你了 哦 对了 先看看这个军丝上面 有没有长蘑菇 哦 还没有 那我就主动种几个蘑菇吧 看看能不能长成三天大菇 把间隔弄得宽一点 万一空间不够 可能就长不大了 这回可以安心的救助村民了 把这块玻璃露了 去吧 虚弱药水 再吃一个Gold Apple 这僵尸村民开始浑身颤抖了 它体内的小宇宙要爆发出来了吗 周围原本灰黑色的气泡 也变成了红色 哇 这会不会没有变成村民 反而原地爆炸了吧 看起来还挺巩固的 都不知道过了多久了 天都亮了 我定了它整整一宿 没有合眼 这货还是没有变过来 呀 你这是成心炸我脸的 皮肤一下就变白了 让我来看看你是什么职业的 图书管理员 但我岂不是可以换不少的附魔术 有一本绿 夺三 可以可以 我这个是你拿绿宝石 突然出现吓了我一大跳 那我去拿一本书 来了来了 家里的绿宝石我全都拿来了 不知道够不够用 谢了小月 OK 从转换回来的村民身上 交易到第一件物品 我再用纸交换一些绿宝石 看看能刷新出来什么新商品 哎 有新东西了 哎呀 不过这些暂时都用不上 交一下 还掉了不少经验 哎 看 这村民身上开始冒粉色的气泡了 说明他正在上加新的商品 哎 这次多了中和玻璃 阿瑶 我又做了一些纸 你看看还能从他来买些什么东西 好嘞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一定要关注转发哦 东西 词 马上 我 想